大家好 我是雨晨 今天我带大家看的不是房子的价值 最主要是在它一个土地的价值 它是一个案盘 什么是案盘呢 就是说它这个房子是没有在市场上挂的 所以如果你们有任何需要 必须跟我们团队私底下联系 现在我也有请Richard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Richard这个地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地是17303尺 在South Arm区 South Arm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豪宅 对 我们今年年初就在这附近 Berry上卖过一套 它的面宽是132尺 那完全是可以分两块的 完全全没有问题 City都已经有过一没有往来 就是说之前的屋主 它其实有在City申请过 要把它分割成两块 它咨询过 大概一块是9000多尺 一块是8000多尺 那一个8000多尺 或者一个9000多尺的大地的一个全新的豪宅 在这里的售价呢 最高的时候可以卖到320多万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建筑成本 然后呢倒退回来 就是我们这个土地的价值了 那我们能不能进去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屋框怎么样 没问题 我觉得先进去之前呢 我想带大家看一看整个豪宅外面情况 好不好 好的 我们可以沿着这边走 132尺要稍微走一会儿 这块地分完之后呢 每一块地的面宽就是六四六尺 就是标准的豪宅的面宽 就跟这个豪宅差不多的面宽对吗 对 跟对面这个豪宅 就是说你如果买了这个地的话呢 你1200以后呢 可以盖一个自己梦想的豪宅 还可以卖另外一块地 然后卖给另外一个你的好朋友 也盖一个梦想的豪宅 看我们刚刚看了这个面宽 现在我们再带大家看一下有多深 这一块地的一个价值呢 就在于一个面宽和一个纵深 还有就是看这个地是否方正 这个是朝正东 很多人很喜欢东西朝向 他将来建的房子的屋顶呢 是不会有青苔积累 朝东也能晒到太阳 朝西也能晒到太阳 对 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房子的 中间部分没有大树 将来的房 对 然后非常的干净 没错 好 以前曾经是个拥有池 超过2000尺的室内游泳池 室内游泳池 这边 这还有厚厚厚厚 这一个还有厚厚厚 他这两块地的特点是这一边 比另外旁边那块地 为什么一个9000尺一个8000尺 因为他多了这么10到20尺的土地 你可以选择卖给邻居 也可以选择自己保留 没事 其实这套房子 我们并不是带您来看房子 这套房子最大的亮点 是它的土地的价值 它的土地很大 所以又可以分割 没错 这样的土地在Richmond 其实是非常稀有了 那如果就是我还是想持有的话 这个房子的大概租金 应该是在4000 4000到5000之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 因为我们这是个安排 那你是在网上是查不到的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想要看房 想要咨询呢 找我们的Richmond联系 好 请联系我 最后我们带大家从天空来看一下这块地的情况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有兴趣来找我 拜拜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